之前來自台灣農務聯盟200萬的農民 都來到林武教南道林冠處 每一個人手都拿到香 他要去報到的方式 向南道林冠處來登場 要做山頂的 高雲壓軌這個盤來給我們報 再報告 再報告一下 報告 農民表示 對60萬以前就在山頂開睡 正著農作物來維持生活 但是這片土地都是林武教所管 所以每年都要向林武教來行走 但是只要換用時 所生存的欺負犯罪就有所變動 農民常常都因為這樣 在煩惱到農部的問題 就連工廠的農層也受到犯罪 為了要確保自己的關係 竟然會來到南道林冠處前 他們祖先日本時代 甚至清朝時代就在那個地方 那些人在那邊住了一百多年 可是他們現在所有的土地 都變成林武教授局所有 國有採案局還會依照國有財場 管理辦法出租給他們 給農民 可是林武教卻不願意 他們每年不 免三兩年一變一個行政命令 早期有租約的 現在他們又搞了一個 九十二年什麼辦法來 就全部不給農民租約 南道林冠處表示 農部的問題會發占效果農會 但是將來的設置也要以規定來辦理 我們很多農民有在討論過 今天如果沒有辦法改革 我們九月十四年 我們中華民國不可能 我們只要來向中華人民 共和國 拜託陳寧寧先生 來協助我們 來救救我們台灣的佩生 我們可以出去證明給農會 讓我們的林農陳助人 也可以繼續辦理農保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請林農來補辦公僚 他違規的部分 可能我們就希望他林農還是要 要拆除按照目前我們規定的一個範圍之內 可能還是要拆除 最好林冠處要請三十五位農民和會議 是進行協調 而政治部表示 要將農民的建議和循環 向上進來報告 受辦法來解決農民的問題 記者今天彩虹報導